请蔡委员齐昌直询,寻答时间30分钟。 主席,各位列席的官员,大家午安,我请茅院长。 请茅院长。 茅院长好,院长先跟你说声新年恭喜,新年快乐,因为本期当立法委员当这么久,第一次有院长在过年打电话跟我拜年,你算第一个,所以我也利用今天总咨询,跟你致意一下回报。 谢谢,那我想这个,我一直很期待啊,我们的院长,人能够如其名,也就是说,是当院长是来治国的,那你的名字取得很好,叫毛治国。 我不希望我们的院长叫做毛对立,是来跟在野党对立,那拜年是开始啦,至少我期待的是在政策上面能多跟在野党沟通。 那政策还没有跟本席沟通之前,那最少,先互相拜个年嘛,我觉得这是至少我感受到这是你诚意的开始。 那我希望啊,有很多的案子,不要像过去三年一样,也不跟在野党沟通,就直接栽账给在野党,说在野党反对,直接搞对立,我觉得这个不是国家之福,更不是一个行政院,要走向治国的一个方向。 院长,我也替你担心,我在媒体上也看到,媒体上写说,好像这个三四月啊,内阁又要改组,然后呢,这个你又要被换掉了,又要让过去担任过行政院长的,再回来当行政院长,院长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传闻? 没有。 没有,所以这个报导你认为是有问题的,是不死的,是这样吗? 我不晓得它是所本为何。 所以,你觉得这不大可能啦,简单讲是这样子,是吗院长? 我无所惜啦。 我的意思是说,你认为这不大可能啦,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吗?没有人告诉你说,可能要当到三月四月,没有这样的说法。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很担心,好不容易有一个好的开始,你又要被换掉了。 我在交通委员会啊,才跟你相处一年,你就走了。 我现在当民进党干市长,我怕你不久之后你又走了,我替你有点担心,会不会院长? 我想不会啦。 不会啦齁。 好。 我希望啊,这个政策是延续的啦,现在的内阁让大家觉得,不断的就是换。 换呢老是在同样的一群人当中,像坐在我们旁边的这样的我们内阁官员一样。 大家这些位置固定在那里,好像这一群人就是大家轮来轮去啦。 像在玩那个小孩子那个大风吹游戏一样,大家轮来轮去换来换去,反正这位置不行就换你来,大家轮来轮去。 给大家的感觉,这个政府在最后这一段时间,好像那个篮球比赛那个garbage time,大家就反正最后一年把它撑过去。 民众的期待,大家还是领了人民的纳税的钱,应该要努力做事啦。院长,好不好。 我想我们现在内阁的成员,大概都是熟悉业务,他如果即便是行任,他都可以马上上手,而且他们都会全力以赴。 好,院长,我想这个官方说法啦,那当然你还是要这样讲啦,只是我把社会跟民间的感受说给你听。 我想看我们做多少事,比较重要。 好,院长,你看过这个最近很红的一个片子,就是财经女士, 所拍的一个叫穹顶之下的这个片子。院长,你看过没有? 我没有看过内容,但是我知道他的这个,没有看过他全部的内容,但是我知道他大概是。 你知道他的主题是这样的? 对,我知道。 所以那个,我想院长你也应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PM2.5啊,对人,人体的伤害我想你清楚嘛。 我想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表述,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当每增加10维克,增加死亡率8%,会增加8%的肺癌死亡率,6%的心肺疾病的死亡率,4%的总死亡率。 如果每降低10维克,可以增加平均寿命0.61岁啦,也就是223天。 换言之,PM2.5对人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我来提这个问题呢? 因为,院长你晓得台湾啊,穹顶之下这个片子在讲的是对岸的中国。 院长你晓得台湾现在的PM2.5的严重的状况吗? 院长我先回答。 我们在从去年开始,对PM2.5就有非常明确的监测,并且暗日就在发布。 您提到这问题,尤其这几天特别严重,就会有超过这个所谓止暴的现象。 但是就我们的管制标准来讲,我们是年平均呢,是希望它要低于20microgram per meter,三次方。 这个大概是台湾目前的现况。 年平均是15还是20? 20。 未来会到更降低,目前还是20。 那现在有没有超标? 对不起。 现在有没有超标? 现在就是看每个地区不同它有超标的日数。 院长,我想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2.5的标准。 我们可以看得到全世界主要,我们隔壁那几个国家不要讲。 大概从10毫克到12毫克到日本的15毫克。 标准上我们的年平均应该是15毫克。 但是欧盟觉得超过10毫克的人体就有伤害了。 那我们姑且比欧盟严格一点,用15毫克来看。 下一页部长,那个院长。 2014年啊,我们如果来看看PM2.5的这个年均值啊,台湾的西半部全部超标啦。 台湾的西半部全部超标。 这个我根据我们政府单位,我们豪宝署的资料所提供的全部超标。 我们所设的监测站只有屏东的恒春,宜蘭的东山,宜蘭的东山跟宜蘭,还有花莲台东五个监测站是合格的。 否则的话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西半部全部沦陷,PM2.5全部超标。 院长,你晓得这个PM2.5台湾西半部全部沦陷,全部超标,你认为它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院长,你晓不晓得? 我知道有一部分原因事实上是跟这个,来源是从大陆来的。 你晓得? 院长,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原因是什么? 我们超标啊,百分之,也就是我们的PM2.5啊,2014年年均值是29.7。 其中啊,来自中国啊,也就是从对岸传过来的,就有9.2啦,就有9.2。 他占我们啊,整个,所谓29.7的大概三成左右,三成左右都来自对岸。 院长,两岸啊,的交流啊,对岸是文攻武贺啊,主权的打压, 连航线都要占我们的便宜。 不只这样子啊,我看连这个PM2.5啊,他也都这个非常努力的往我们这边输送啊。 院长,这个有没有比福贸来的更重要? 当两岸要谈判的时候,这有没有比福贸来的更重要? 是,关于这一点哦,我们是希望争取能够进入两岸两会的做一些环保协议方面的合作。 争取多久了? 现在还在这个议题形成阶段嘛,那这个事情,我们跟相关的单位有在谈这个事情。 那实质上呢,我们跟中国大陆也做了很多交流的活动。 院长,你觉得现在交流到什么程度? 你觉得现在针对我们有三成,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标准叫15的话,对方每一年就贡献我们9啦。 不要讲台湾其他的来源,包括工厂,包括汽机车的排放。 这个我们内部自己产生的,我们不谈这个,先不谈啦。 光对岸的,我们如果以15做标准,其中有9就他给我们了。 他给我们就9了。 院长,你晓得现在两岸针对PM2.5,从中国来的每一年来这么多的PM2.5,谈判的进度,你晓得吗? 师傅,容我先跟您报告一下。 市长,你已经报告过了啦,我现在想问一下院长。 103年,有两次属于官方性质的两岸关于这个空气污染,尤其PM2.5等等,已经有这样的。 市长,我的意思是说,我清楚啦,我清楚知道这些东西。 现在只指于资料上面,资讯上面的交换,我们没有进入任何实质的谈判啦。 我们没有进入任何实质的谈判。 如果在第11次的时候,能够达到共识的话,就可以签署这个协定。 那是针对PM2.5吗? 是针对一般的环境的谈判。 你们都老是要在这边扯到很远的地方去。 我知道你们都没有做啦。 我现在来就问院长,接下来要怎么做啦。 过去都没有做,这是事实嘛。 每一年贡献我们这么多,把三层的,我们的这个,从对岸飘过来的。 我其他的环境有很多的题目嘛。 我现在就跟你讲PM2.5。 院长,过去都止于资讯交换的阶段啦。 我们没有进入实质的谈判啦。 如果,我们的马政府,告诉我们说, 这个两岸啊,PM签署的这个,这个相关的这些协议啊,非过不可。 力大于弊,我相信我们一定支持。 比一个比服貌更重要啊,吸了会致癌啊。 台湾西半部啊,年平均都全部沦陷,全部超标。 每一个环保署的监测站啊,通通超标。 这么严重的问题,会让国人身体会致癌, 会增加了致癌的这个,这个状况的这样的一个谈判。 大污染源耶。 新鲜直送耶。跟我等一下要跟你讲的水一样,新鲜直送耶。 每天国人都在呼吸耶。 服貌我们叫非过不可。 但我们从来没有认真的,把对岸每一年送给我们的PM2.5, 好好的念入两岸,谈判的这个议题。 院长,要不要在这里承诺一下。 今年开始,把这个东西列为我们两岸谈判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议题之一。 好不好。 跟委员报告了。 刚刚那个夏州委已经讲, 迈害事实上也就是以这个PM2.5, 是中间最主要一个项目了。 这已经是陆委会主要的这个下一次的议题, 跟两会的议题。 我想我完全认同刚刚这个蔡委员的说法。 像这一种的污染问题, 其实不光是这个空气啊。 我自己以前管过观光, 我们也特别注意到海岸线。 海岸线的垃圾, 我们离岛马祖金门海岸线, 清干净的垃圾飘过来。 甚至垃圾飘到台湾的海岸, 这个属于海岸型的这种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这个我都亲眼看到, 像这些议题事实上来源都是在大陆方面。 所以我觉得这些议题都应该拿到这个台面上, 大家应该来认真来讨论。 院长, 要不要指示一下夏主委? 他已经听到了。 我们已经做了。 其实我们已经把它列为一个重要议题, 请环保署跟对岸要很严肃地来讨论这个题目。 我们希望在第11次高层会谈的时候, 就是两会会谈的时候, 能够达成协议。 当然要按照监督条例的精神, 我们还要跟国会沟通, 通过国安的审查。 这样做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很快地签署, 然后能够来执行。 这个是穷顶之下, 财敬没有告诉台湾人的另外一件事。 这个片子里面最终没有告诉, 大家漏掉台湾人看这个片子, 我们要看另外一张。 片子结束应该再加一张, 就它的输出啊。 就中国的输出啊, 对PM2.5的输出啊, 我们是大户啊。 台湾是大户啊。 我们每一年高达三成耶。 如果环保署要达到15维克的话, 其中的9维克啊, 对岸已经先给我们了。 你必须要控制在哪里, 如果对岸不处理, 你剩下的工厂的污染跟汽机车的排放, 你剩下多少?剩下6维克啊。 因为9维克他已经每一年都要送过来了。 另外啊,院长, 目前啊, 大家普遍, 关心PM2.5都认为, 我们现在设立的这个监控站, 数目过少。 数目过少。 院长, 要不要应该更加全面的。 在目前大家要求, 密集度不够的地方, 来增设, 这个所谓的监控的设备。 然后同时, 这些所谓监控站的数字啊, 要向全民来公开。 这国外都有, 国外甚至大厂啊, 它每天在网上面, 就大型的污染源啊, 比如说大型的钢铁厂, 大型的火力化电厂, 它都有这个监控的标准, 每天上网公告。 让附近的居民知道说, 他要出门的时候看一下今天的指标, 他要做什么样的处理措施。 院长, 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这样的要求。 是的, 我们现在是这样做啊, 您这边有列出来, 我们这个, 这里有60个一般的这个, 自动监测站。 事实上将近, 另外有将近30个手动的监测站。 这两种我们还要互相校正。 那一般来讲, 用手动比较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现在已经要求, 至少四个工业区, 特殊性工业区呢, 在它的周遭缓冲带或下风处, 要由他们自费, 来设立监测站。 这个在今年年底前。 那你只要告诉我说, 你觉得今年度, 可以再增设几个监测站。 今年如果把四个工业区, 合起来加起来, 应该将近20个。 再加20个监测站。 另外第三点呢, 我们现在跟地方政府也在商议, 他们来增设交通的监测站。 目前台南海台中, 都准备要用空污基金来做。 对没有错。 这个要广设啦。 至少, 你现在让民众知道, 我今天出门的风险有多高嘛。 好不好。 事实上, 我们现在都有全部在公布。 第三件事啊。 我们现在有所谓空气污染减量行动的督导联系汇报。 是。 院长, 目前你知道召集人是谁来担任吗? 这样的一个空气污染减量行动督导联系汇报。 这跨部会的。 跨部会现在是由我们环保署副署长来召集。 是。 院长, 民间食安啊。 吃下去吃到人会死啊。 会身体受伤啊。 呼吸这种PM2.5脏的空气啊。 人还是会死啊。 食安的问题, 我们至少已经到院的层级了。 副院长拉高到院长, 哇, 大家如火如土啊。 为什么? 民众感受到, 这个事情对他生活生命的威胁。 PM2.5啊, 一样让人民, 只是现在大家还不知道, 这个财经女士啊, 的片子出来。 我想越多人越来越关心这个问题啊。 要不要提升, 我们现在叫副署长欸。 院长, 副署长要会整哪些? 卫福部、 環保署、 农委会、 经济部、 教育部、 内政部、 交通部。 你觉得一个環保署的副署长有能力, 来做这样的一个联系的汇报吗? 来督导这样的一个所谓空气污染减量的行动吗? 了倍一格啦。 什么时候它会提升? 很简单, 当有一天啊, 國人开始感受到PM2.5所造成的, 这些生命的冲击跟危害的时候, 或者这个片子啊, 在台湾的点阅率啊, 像中国那么高的时候, 院长, 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啦, 我们是治国的行政院长嘛, 要不要来提升一下, 最少政务委员嘛, 或者应该是叫副院长出面嘛, 把它当成一件事情, 认真的把它做好嘛。 好不好? 这个事情我们也很重视啊, 院长也很重视, 这个事情关于跨部位协调。 市长,院长在你旁边, 我问一下院长啦, 要问你, 我到委员会去就好了。 我们来检讨整个事, 好不好? 提升一下啦, 宣示一下, 这个毛治国的这个内阁啊, 对PM2.5的重视啊, 好不好院长? 我们来检讨。 另外啊, 这个人要生存的这个山药处啊, 阳光空气水, 刚刚讲完了这个空气, 我们来讲讲水。 院长, 我前几天看了新闻啊, 我们的柯P市长啊, 有一张照片啊, 叫做水可以生饮, 柯P喝给你看。 我感触很深啊, 一个台湾啊, 两个世界啊, 台北市的水都已经要做到可以生吃了。 院长, 我来自乡下, 在台中的海线。 我们的水是长的什么样子? 院长, 这个就是我们的水。 新鲜直配哦, 不是在台北调制哦, 直接从产地, 新鲜直配到台北。 我们称之为这个叫吉查, 这个叫险津啊, 这个叫那个拉, 拉吞啊, 这个叫做吉查。 这个是我们, 我的选区里面大甲最靠近海, 海边的一个里。 他在哪里? 他在工业区的下游。 打开水龙头, 长得这样子, 那不叫水龙头, 因为没有自来水嘛。 是抽起来的地下水, 他就长这个样子。 他就长这个样子。 新鲜财, 产地直销啦, 直接送到台北来。 就长这样子。 院长, 台湾的这个偏乡地方啊, 以我们台中的海线来看, 我们的供水普及率是79.99, 跟这种所谓台北市什么99, 全国总计93, 我们是差得太远了。 在我们的选区啊, 还有那个供水普及率啊, 个位数的, 有好几个里都还个位数啦, 0.08啦, 3.06, 4.08, 还是个位数的。 这个水有没有去检验? 有。 这个啊, 本市特别拿给台中市的环保局啊, 去检验, 检验这个水。 这个水啊, 他给我一大堆名词啦, 给我一大堆报告数据啊, 说这个水是什么东西? 民众看不见啦, 我直接告诉院长,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水有毒啦, 所以呢, 公文写什么? 不以作为饮水啊, 不以作为饮水。 院长, 好吧, 那民意代表要反映啊, 偏乡地区啊, 一个台湾, 两个世界, 台北市的水都已经在升饮了, 我们还要喝这种水啊, 我们经济部有没有做? 有啦, 水利署也很认真嘛, 杨署长我们清水人嘛, 他也很关心啦, 从过去一路以来就想尽办法, 看能不能多挤一些钱出来解决偏乡地区的自来水, 干管的补助啊, 今年我们编了多少钱?院长, 你知道吗? 我们对偏乡自来水的补助, 今年编了多少钱? 你可能数字太小了, 委员可不可以让我插一句话吗? 好,来,你插一句,你讲。 事实上我们偏乡地区自来水补给率, 仍然是一个问题, 我在我的口头报告已经讲了, 我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 过去我们这个, 每年大概新接管五千户啦, 我后来查一下自来水公司每年, 我说你最大的限度, 你每年可以接管多少? 他说一万五, 我说好,你就照一万五来弄, 我想办法找钱, 我两年接管三万户, 我就直接针对这个问题来解决, 所以我会希望就是说, 像这一部分的问题, 我完全同意蔡委員的说法, 现在台湾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 我们不能让我们, 除非有特殊特殊的原因, 不能让他仍然没有自来水, 可以用的话, 这个是我们对不起大家啦,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我跟委员报告, 我已经注意到了, 在我口头报告里面已经写了, 然后我用比过去三倍的速度, 速率, 我们来进一步加速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不好? 要赶快来解决啦, 我们来自偏乡的明代, 我们的乡亲每天, 我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我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好不好? 每一年边的预算, 像今年啦, 部长, 三亿而已嘛, 對不對? 三亿, 我现在大概就是两年啦, 兩年二十亿啦, 我要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钱再多自来水公司, 大概没有这个能量了, 再编多也是假的啦, 所以我现在要把它最大能量发挥出来, 这一部分我也是跟那个, 楊次长讨论, 讨论之后, 我们采取的一个措施, 好不好? 院长, 趕快来解决啦, 不要一个台湾, 真的两个世界啦, 我完全同意, 完全同意, 我们感受, 我们很心痛啊, 我每次看到那个梦想家, 表演两个晚上, 就要上议啦, 我们嗷嗷待哺, 再喝这种水啦, 好不好院长? 是, 没有问题, 院长, 最后啊, 我想这个今天啊, 媒体上有说啊, 这个IOI啊, 是不是已经决定不满101了? 那报委员, 确定啦, 确定了, 是, 好, 那这个算是已经不可能在死灰复燃的案子, 应该不会了, 好, 院长, 那接下来IOI, 如果还有人, 还有其他的这些股东想要卖, 行政院的标准上面, 对这样的一个台湾地标级的建筑物, 我们对于买家, 如果是外国人, 我们的态度是什么? 我想基本上啊, 这个, 我们台湾的整个市场, 基本上是个开放的市场, 然后我们都对外资, 我们实际上也是欢迎他们来投资啦, 那么在前一个阶段处理101的问题, 当然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因素掺杂在里面啦, 那, 所以, 就是说像我们相关的同仁处理这问题, 会比较审慎, 那当然, 照我的这个了解, 那么, 这个财政部那边的想法, 说明还是要张部长来说比较好了, 财政部那边对101再往下, 他们也有些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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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产权方面的一些, 一些看法, 请张部长可以来说明一下, 啊, 委员好, 部长, 据我了解最新的消息是他们终止合约, 就是, 破局了, 破局了以后, 这个价钱等于就没有了, 接下来, 就是我们财政部就会跟国内的民股来接洽, 我们过去接洽过, 但是因为有这个价格以后, 他们不能卖, 所以我们就开始接触, 那我们占44%多嘛, 我们只要买7%, 超过51%, 其他的他要卖给谁, 我们就不在乎了, 了解, 所以依照IOI这个价格? 不是, 依照原来我们谈的价格, 因为这个价格是超高价, 不能买, 所以, 重点在于, 只要政府拿到经营权, 其他我们不在义了, 就不在义了, 好, 那这个政府拿到经营权, 我们过去谈的价格是多少? 呃, 这样啦, 因为这个东西, 没有成交也不好讲, 我们, 规划在20到25之间啦, 是, 价格大概是这个样子, 大概是这样, 你觉得这样的价格会不会成交, 会不会有民股愿意卖给政府? 呃, 会, 本来就谈的差不多啦, 但是后来杀出IOI 45块, 他们说他们不能卖, 会被小股东告, 所以说基本上, 这个是非常有可能可以实现的, 有可能, 我们接下来就会进行下一步, 院长, 我觉得这个事情要赶快解决啊, 是, 我们台湾当然是自由市场, 但是, 我相信, 对国人有特别感情的, 这样的一个标的物, 或者做一个指标型的标的物, 它就跟产业的限制一样, 有一些, 全世界的自由经济的国家, 它还是有些标的物, 它是不会在外国人手上的, 如果国人对101的感情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应该张部长所讲的, 政府来拥有他的这个经营权嘛, 我想这个是一个比较, 博人在情感上可以接受的方式, 院长同不同意? 我想现在的发展方向是这个样子的, 好, 最后一个问题啊, 院长, 听说今天我们的韩国的这个, 代表处啊, 有人扬眼要去纵火, 有没有这个事情? 我还没有接到消息, 部长知不知道这个讯息? 扬眼要去纵火, 有没有这样的讯息? 委员好, 部长有没有这样的讯息? 我跟委员报告, 让我们有请那个驻韩国代表处, 要提高警觉, 他们有一点点风声? 有风声? 可是并没有发生, 但是有这样的事情? 有警方那边都完全了解, 有提高警觉? 部长, 韩国最近怎么了? 美国的大使被刺伤, 中华民国的代表处被扬言要被人家放火, 外交部有没有什么因应的这种看法, 或者是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跟韩国的关系, 其实持续的在成长, 目前并没有其他的状况, 这个是一个单一的事件, 只有听说有这样的讯息, 我希望持续追踪, 部长, 对,我们会注意, 已经跟警方密切合作, 这个连续性的会让大家感到恐慌, 为什么昨天才刚发生那个事情, 而今天我们中华民国代表处就被扬言要被放火, 这个应该持续不以轻忽, 进步了解, 对,会注意,会特别注意, 最后部长剩下一分钟, 你在行政院会应该有承诺过林市长, 就我们台中县的, 过去从上一任我们的江院长一路下来, 承诺的台中的行政院要800亿的补助, 细项我就不念了, 大概有十个项目, 总共要补助台中的经费有800亿, 院长会不会跳票, 会不会换市长之后就不补助了, 我想这些项目都会存在, 但是这些项目它目前的进程不太一样, 我们会按照这个进程来往下走,好不好? 没有问题啦, 这我都接受啦, 时间到了该补助就补助, 有些它是现在在可行性, 有些已经在设计也在评估, 我们就时间到了就该补助了, 按照它的进程来往下推, 包括我一直在, 你当部长的时候我一直在提的, 我们这个台中环线, 鐵路高架台中环线, 现在这部分也在做相关的一些可行性分析, 我了解, 这个也要持续啦, 你以前答应过嘛, 我们要持续把它做好。 谢谢大家。